魏公子,这不能怪我,是温家势必要将家归附将家不从才招之灭门的,要怪你应该怪温家,对,温朝,是他。 王灵娇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冰冷的见证一寸一寸逼近,不由得及了,连忙为自己开拓。 你个贱人,你竟然……嗯。 温朝怒了,正想破口大骂,却发现开不了口了,他属然想到什么,抬头一看,果然看到蓝忘机冷冰冰的眼神,以及眸中的星红,等等,你说,温家只是想让江家归附。 那为何会招致灭门之灾? 蓝忘机心底,有个荒谬的想法浮现,他前世一直听到的,可都是江家会灭门,都是因为魏英,可他清楚,魏英对江家的归属感很强,又怎会不知分寸? 莫非,他的魏英前世白白担着这个罪名了? 想到这,他眸中的星红再也压不下去了,前世他虽为魏英洗清了不少罪名,可还有不少。 那那些又有多少是他的魏英无辜担着的? 魏无羡听到蓝忘机的质问,他手上动作停了停,直直地看向王灵娇,凶狠不已。 是啊,若只是归父,又怎会灭门,定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? 我说,魏家本就有备而来,想要在江家见监察辽,若是江家反抗,便一举攻占莲花物,可,可于子,于夫人她一听要见监察辽便翻脸,还打伤了我,这才,这才以武力攻占的。 王灵娇以为能有一线机会活命,连忙招了,生怕慢了一步,便没了命。 你当时不是因为我财? 魏无羡眼睛睁得大大的,不是因为他才招致灭门的吗? 怎么会,我当时只是看到你,一时,一时兴起,才说要砍你手的。 无论如何,温家对莲花物要定了,一切都是因为于夫人她反抗才,不是因为我。 魏无羡知道王灵娇所言句句属实,命在她手上,她不敢胡说的,胡说对她也没什么好处,可正因如此,她才更无错。 她想起于夫人送走她和江城时,话里话外都是说因为她才招致灭门之祸的。 她不由地把那日的事仔细想了一遍,却恍然间发现,这事,真的与她无关。 魏无羡拿剑的手一松,陷入一片黑暗中,嗯,蓝湛,我是怎么了? 魏无羡刚睁眼偏过头,就看到蓝忘机带着几分憔悴,坐在床边守着她,心里不由的一暖。 有人在身边守着醒来的感觉真好,若是,若是以后,蓝湛都能这样,就好了。 她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,梦里反复出现的是江家灭门那日的事和王灵娇说的话。 不得不说,她心底对江家灭门这世上一直心怀愧疚,那愧疚几乎让她窒息。 她很在意这件事,以至于那日发生的一切深深刻在了记忆里忘不掉了。 可如今恍然发现与自己无关啊,自己只是被迫承受住了那份愧疚,甚至不曾怀疑过那是与自己无关。 她可真是,傻。 温情说,你是情绪起伏较大,受了刺激昏迷了。 蓝忘机见魏无羡醒来了,紧锁着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。 谁也不知道,当她看到魏无羡就那样倒在她面前时,心里是多慌张的。 她也是有怕的时候的,只要事关魏英,她镇定不了,让你担心了。 对了,温朝他们你怎么处理了? 魏无羡挣扎着想坐起来,却被蓝忘机一眼看出了她的意图,就伸手小心扶起魏无羡,让她坐好。 后来兄长带着门声赶道,带走了,魏英,我说过给你动手,那便只会留给你处理,放心,跑不了的。 蓝忘机眸中神色冷了几分,若不是还有用处,她早自己绑了他们等魏英,醒来动手了,现在不过是拖歇时日罢了。 等魏英彻底广而告知脱离江家,若江婉淫还想说是魏英害得江家灭门的,人正可不得留着。 不过,若是死了也无所谓,她手上可是有记录画面的术法,她当时可是用了,再加上他们签字画押的证词证明江家被灭是什么原因,如此周全,多重保障。 那样啊,也好,等日后再去送他们上路。 魏无羡恨恨地说,晕得还不是时候,不过日后多的是机会。 魏英,兄长告知了我一件事。 蓝忘姬端过一旁给魏无羡准备好的药,轻轻搅了搅,察觉到温度差不多了,才递给魏无羡,示意她喝了。 什么事?端着药,魏无羡不慎在意地回应道,心思已然放在了药上,她觉得她没事了,要她可以不喝吗? 百家联合,摄日之争。 蓝忘姬的话语向来简洁有利,却不含糊。 摄日之争。 真的吗? 那,正兴奋着的魏无羡突然沉寂下来,她怎么又忘了? 她的金丹不在了。 她顶多身体素质就是比普通人好一些,这样的她,该怎么去前线? 她是能画福传主各加一臂之力,但就现在的她怎么去得了前线? 且窝居后方,她是极为不愿的,先喝药。 蓝忘姬清楚魏无羡在想些什么,她经过温潮那时,还是觉得早日解开魏英金丹上的封印比较好,万一她没看紧,起码还能自保,她的魏英实力从来也不差。 蓝湛,你看我,已经没事了,就不喝了吧。 虽然不怕喝药,但药还是难喝的,能不喝就不喝嘛。 魏无羡理直气壮地想着,却时不时看一眼蓝忘姬的脸色,如果不对,她麻溜地喝下去就是了。 必须喝,对身体好,我喂你。 蓝忘姬拿过魏无羡不断搅拌着就是不喝的药,摇起一勺放在嘴边感受了一下温度。 才递到魏无羡唇边,魏无羡愣愣地看着蓝忘姬行云流水般的动作。 当看到蓝忘姬把勺子放到自己的唇边再递过来时,她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脑海里炸开了。 蓝湛她这样,她有些招架不住。 浑浑噩噩中下意识喝了一口药后,魏无羡只觉得脸上有些发烫,她一把把药夺回来。 仰头一口气就喝完了,把碗放到蓝忘姬手上时, 她对上了那一双浅色的眸,只一瞬魏无羡飞快低下了头,她好像看到了蓝忘姬眸中遗憾的神色。 遗憾什么?一定是错觉。 魏无羡,你是不是昏迷傻了?蓝湛怎么可能? 这样想着,魏无羡只觉得脸欲发烫了,她没脸对着蓝忘姬了,蓝湛只是帮她试试药的温度而已,蓝湛是那样手里君子的人,怎么可能趁机占便宜? 而且占便宜也是你魏无羡占她便宜吧? 而且,虽然蓝忘姬说了不讨厌她,可怎知那曾经不好的印象真的不会残留一丝丝下来。 魏无羡,别想了,她怎么可能喜欢你,恍然间知道自己的心意,魏无羡只觉得心里堵得慌。 这样她以后怎么和蓝忘姬相处? 魏英,你想重新修回金丹,赴往摄日之争战场吗? 蓝忘姬收好此晚,看着魏无羡低头不语的模样,还以为是在为金丹难过,不由得想把计划提前了,也罢,提前就提前,魏英早日高兴些也好。 金丹,你怎么知道的? 魏无羡原本还有些烫的脸,听到这话时,书地白了,她几乎不敢抬头,看蓝忘姬的眼神。 是怜悯还是其他,一种自金丹没了后,被压抑得很深的自卑感涌了上了。 她清澈的眸中,已有的点点泪光,在喜欢的人面前这样难看,很不好受,在你昏迷时。 我用过灵力探查你的身体,又问了温情到底怎么了,她都告诉我了。 蓝忘姬没想到魏无羡反应这么大,就那样低着头,浑身上下都在说着她不高兴,她在害怕,在颤抖。 她后悔了,她心疼了,早知如此,她就先把封印解开了,再用自己准备好的理由。 魏无羡不语,她实在不敢抬头鹰蓝忘姬,只是小幅度点了点头。 我知如此非君子所为,但我实在担忧你,你若是怪我,要我做出什么补偿都可以。 魏无羡心里有些杖色难耐,蓝忘姬只是担忧她才失了分寸,她哪里会怪罪她呢? 她只是有些难堪,仿佛好不容易独自舔湿好的伤口,就那样暴露在自己在乎的人眼前。 一种莫名的难堪爬上心头,见魏无羡还是不抬头看看她,蓝忘姬慌了,她管不了多少了。 走到床边坐下,伸手,一把抱过魏无羡,动作极为熟绵,这样的场景在魏无羡昏迷时。 蓝忘姬不止一次想着,若是魏英醒来,她能如此就好了。